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俄罗斯军迷之中 也赢得了很好的赞誉 相对于俄军装备的前苏联时代的两栖装甲车辆 中国的05式两栖步兵战车 可以说是高出了两到三代 在美国远征两栖战车项目摇折后 中国吸收了该项目提出的滑水结构理念 研制了05式两栖装甲车组 包括装备30毫米机关炮的两栖步兵战车和安装 有105毫米火炮的两栖突击车 以及相关的保障车辆等 这些两栖战车的水上速度 从传统两栖车的10公里每小时 一下跃升到了30公里每小时 被誉为水上飘 早在2015年离海举行的两栖登陆比赛中 中国的05式两栖步战车就以绝对的优势 将俄罗斯的BTR-80轮式装甲车摔在了身后 让很多俄罗斯观众大吃一惊 这么大的身躯 居然在水上和路上都能够跑这么快 这次俄罗斯士兵来华操作05式轮式步兵战车 让其对这种中国神车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 很多俄军战车手都对这种可以用方向盘操作的 大型两栖装甲车辆感到满意 在赛场上也发挥出了疯狂的意外的本色 将05式开得像飞一样 当前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两栖车已经严重老化 不能适应作战需求 俄军在借鉴中国05式两栖车的设计理念基础上 最近推出了一种叫做MMMP的新型两栖战车 外形长相还真有点像是05式呢 像当年我们的第一种制式两栖战车 63式水路坦克 是方至苏联的PT76的 现在终于俄罗斯反而来学习我们的设计经验 这是我们设计人员的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